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说控制 控制有一部分源自于人的天性 我们会认为只有掌控自己手中的才是最安全的 我们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种患得患失感 特别害怕失去 并且总会幻想自己被抛弃 被丢下 为了消除这种不安感 我们就会采用各种方式来紧紧抓牢对方 严厉苛责就是殉导方式之一 这其实是一个服从性测试 也许你们都没有意识到 双方早已经在默默进行关系中的权力交锋了 一个要求 你应该听我的 你应该去改变 一个却坚持 我觉得自己这样挺好的 凭什么我应该听你的 控制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偏执 有一些人对自己的理念非常坚持 甚至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绝对正确的 除此之外的都存在问题 所以他们会要求伴侣 按照这一套正确的模式来走 如果伴侣的行为偏移了 他们就会像教官一样 非常不满 非常生气 会用严厉的态度来纠正对方 直到对方听话地 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向去走 说完了控制 我们再说力气 他们在苛责伴侣的时候 会遭遇伴侣的反抗 也会感觉到两个人的感情 在慢慢变淡 可能你会有疑问 他们难道察觉不到这些吗 不知道自己这样做 有利无害吗 你会有这样的看法 是因为你站在了被改变者的一方 事实上 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说 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利的 他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理想伴侣的模型 在跟伴侣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会逐渐发现自己的爱人 离这个理想伴侣相差很远 那个理想伴侣 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可现实的伴侣做不到 于是他就要求伴侣 一定要改变 这本质上就是利己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强制要求他人改变 至于被要求的爱人感受如何 他们的感情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都将之放在次要位置 有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恋爱可以让人成长 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的一些阴暗面 只有在亲密关系中才会暴露 你在同事朋友面前 跟你在你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面前 肯定是两个样子 就如本篇开头所说 我们是有双重标准的 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 朋友做错了事 你会耐心安抚他 还会帮忙收拾烂摊子 但是爱人做错了事 你可能就会气得火冒三丈 一个劲责骂对方 即便事情过去了 你也会时不时翻篇 像这样情况 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自己是否该做出改变 而这就是你成长的契机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如何去爱 学会与自己和解 感谢您的感谢